那么达耶 法达就讲 说若然者 若是这样的话 但得解义 不劳 诵经也 说只有来解收义理 解收真理 不要诵经了吗 六者就讲 说经有何过 经有什么过错 取葬儒念 他怎么会障碍 你去念他 只为迷雾在人 迷跟雾就在我们人 我们人迷了 做的事不合真理 领悟做的事都跟真理相应 神意由己 要审害还是要利益 都是由自己 口诵心形即是转经 所以我们就是要 这个诵经要口诵 要心形 嘴巴念经 然后心来做 即是转经 把经转到我们身上来 这样就可以得到利益 那么口诵心不行 嘴巴念心不皱 那么即是被经转 这样一直诵经 一直诵经 被经转 就没有得到利益 就损他爱人 谢谢大家